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所在的钓鱼台精品酒店 坐落在成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宽窄巷之中 也许你想不到 在这里隐藏着显为人知的美食 那就是钓鱼台国宴菜式 这也是我们美食之旅的第一站 中午好 这边请 这里没有专门的菜单 餐厅会根据客人的要求为其配菜 相当于私人定制 酸辣乌鱼蛋汤请慢用 酸辣乌鱼蛋汤源于卤菜 选用海类珍品乌鱼蛋 配以熬制十小时以上的温润鸡汤 再加入密质酸黄瓜汁 汤色泽清亮 口感干裂 酸辣爽口 汤看上去非常清澈 对啊 黑胡椒味的这个重呢 但在汤里面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胡椒 对 清澈见底 它是以前邓小平最喜欢的一道摊液 清戒菊牛排 精选上等雪龙黑牛牛排 搭配密质酱料 菊制时所用的芝士中 混合了适当清戒 使得牛排的味道浓郁饱满 却不油腻 再在400摄氏度的烤箱中历练240秒 方才达到香嫩多汁的至真境界 牛排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宴请各国元首安排的一道主菜 在2009年胡锦涛宴请奥巴马的时候 他也在北京钓鱼台品尝过这道菜 它的汁是会给人感觉会比较油腻 但是芝士是完全简易 口感非常独特 它是采用特制的面粉 纯手工参至耳粉 它长度可以长达28公里的 在2009年的时候钓鱼台师傅 他是在奥巴马眼前亲自展现过这个精湛的才艺 得到过有种的感叹的 而且奥巴马亲自还尝试了这个做法 所以是普通的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去做的吗 没问题啊 那我们 那走吧 我们现在去试一下 好啊 好啊 OK 龙须面的精髓在于面的精道和韧性 放入适量的盐 配以合适的力道和技巧 最终拉出的面才能细如法丝 这是我们今天的成功 第一次做龙须面 体验了不同的饮食的文化 在吃的时候看到龙须面就很细 它细如法丝嘛 嗯 所以就想说哇 这么细的面要怎么样拉出来 听说还能够穿过一个针口 对 好厉害 我以为这个国宴只能在北京那边才能体验到 想不到来到成都也能体验到 对 我们在想的时候 它的这个菜色应该是集中国的所有的一些菜色为一身 把精华的部分全部都展现 呈现出来 动物内脏为主 对于不少外国游客来说 这是很大的挑战 在新加坡有不少的火锅店 可是从来没有一家会如此多的动物内脏作为配菜 你好 大家下菜已经上齐了 饱肚额肠还有腰片的话 烫得最好的时间就是10度20秒就可以吃了 然后菌干可以煮个3到5分钟 那个川味牛肉的话煮5分钟 然后黄活的话1分钟就可以了 请慢用 好 谢谢 在这里 每天的固定时间都会有川剧表演 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 这又是一个近距离感受四川文化的机会 火锅之乐在于义趣 清盆好友 宾客同伴 围着火锅边煮边烫边吃边聊 可风可解 其乐无穷 成都这里的火锅那个口味会比较重 它的辣 它的麻都是比较充足的 我们还尝试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内脏的这些菜品 那这些菜品在新加坡就很少有很少有间 然后新加坡火锅通常是会比较多的肉类啊 还有海鲜啊这一方面 所以和成都是有蛮大的区别的 对 在我们的印象里 成都人的生活是悠哉悠哉的 全城除了火锅的味道 就是法将的声音 这是属于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贺民茶社 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茶艺表演 平时的春节来会比较多的 幸福就是辣植彩 监视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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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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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驚奇 它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它在这样的旋转的过程中 居然它的茶水也是没有滴出来 成都人管他耳朵叫小舒服 顾名思义 这也是一种小小的享受 我们亲身体验了一次 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述说的美妙感觉 你再会不会听我听得更清楚 它转的时候的感受很不一样 在成都 随时都能吃到各种享受 对于吃货来说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喝茶 打麻酱 怕得多 饿来还可以在店里买上几碗小吃 这是一种再悠闲不过的生活 对于一直比较忙碌的新加坡人来讲 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奢侈 然后我们看到成都人每天都是这样 过着这种很奢侈的生活 挺羡慕的 对是我们很羡慕的 我们对于川菜的了解 最早起源于火锅 麻辣和厚厚的红油 也是我们印象中的川菜 在成都 川菜不断创新 新派川菜逐渐发展起来 立即要吃遍天下的我们 又怎么会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呢 这里以花为特色 到处都可以看到花的影子 像一间充满浪漫色彩的餐厅 不知道会碰面出怎么样的川菜来 你好 让你们久等了 这是我们的粮菜 千千笋子鸡 有一点焦麻味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四川特色菜 也是家常菜 回锅肉 但是我们叫它凹锅肉 金无花是主料 然后加的蒜苗 还有豆豉 非常的香 所以然后我们成器呢 也是特别精选的 这种竹鸽打 这道菜就是那个酸菜鱼 酸菜鱼 酸菜鱼选用鲜活草鱼 鱼片中加入调味 用蛋清使其鲜香滑嫩 地道四川泡菜 加上适量香料 再放入肉质较厚的部分鱼片 经油锅翻炒 加上少量的水 煮沸盛入碗中 再将剩余鱼片烧汤倒入 嫩滑的鱼片 配以酸爽的泡菜 一道大菜新鲜出炉 然后我们叫那个口福玉儿 它是也是在那个锅里面 跑了一下油 然后有点外酥里落的感觉 然后加了一点肉末 加了一点小米辣 有一点淡淡的辣味 可以尝试一下 这是我们花醉的那个招牌菜 花醉桃花扇 采用鲜活扇鱼 加入自制扇鱼调料 在高温油中翻炒 最后剩入有烟笋 藕片 芹菜的容器中 鲜香麻辣的鲜鱼 配以清脆爽口的蔬菜 使之成为花醉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我们看一下 哇 哇 它整锅全部都是油 这是麻椒 对 这个吃一粒嘴巴就好像被打中了一样 我还是蛮喜欢那个感觉的 来 多吃点 对 对啊 哇哦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绝对是吃了一口还想再继续吃 对啊 没不下来 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叫千千笋 因为前面是笋 然后后面是它 它吃进去非常的爽口 对 它的辣椒非常好看 绿色和红色的辣椒所搭配的 对 我们来试试这个回锅油 这边叫凹锅油 它放在这个竹子里面很有特点 好酸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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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每一种美食 它都代表着特有的文化 品尝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在成都的这几天 无论是高大上的国宴菜式 还是平民化的小吃 无论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川火锅 还是充满创新意识的新川菜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成都特有的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